好了相信电脑前所有的糖果精灵们我们越来越有感觉了 那么咱们趁热打铁再来练习一下好吗 在接下来的这个糖果展示台当中呀有春夏秋冬四种美景 那么我们每个季节去练习练习他们的女人剧 我们以前其实是练习过他们的比喻剧的对不对 那么咱们现在呢就以女人为主 我们回头的时候如果你想写四季还可以 这句话近于人就比喻可不可以OK没问题对不对 说春天到了柳树柳树干嘛呢 我们让他有人的动作吧对不对 好了有孔学说他们好像像一个小姑娘 咱们尽量不用像在年纪当中我们尽量不出现像这样的语词好吗 这样容易有争议对不对 好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了春天到了柳树好像 柳树好像又好像了那怎么对不对 好那我就不要好像了柳树摇着自己的大辫子随风跳舞呢 随风舞蹈呢 可不可以孩子们OK可以 可是如果咱们自己去写作文那就不用限制自己了 我随便你讲用好像就用好像 只要我们的句子声动形象就OK没有人管对不对 好了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又有的人说了 柳树是一个臭美的小姑娘或是一个爱美的小姑娘 她总是在她的湖面上来照射自己的样子 好像在欣赏自己呢 可不可以孩子们爱美的柳树每天都把自己的影子倒射在湖面上来欣赏自己 这时候她一定美滋滋的 这也是女人对不对 现在你可以暂停视频给自己一些时间自己去想想 我还可以用春天的时候说什么样的女人机 那么包括在春天的时候小燕子 我也可以听女人她穿上了黑色的燕尾服 展示着自己优美的舞姿 对不对 或者小燕子是一个音乐家 她那春天谱写了一首春之歌 对吧孩子们 OK我们再来看 夏天咱们刚才不是说荷花了吗 我们先说荷花好吧 那荷花呢 有的呢 平平欲立 好像骄傲的对其他人说 瞧我多美 那我就直接说 荷花平平欲立的 已立在荷堂中 骄傲的对其他荷叶说 瞧我多妖娆 我多漂亮 对不对 而有的 寒暴欲放 他们在等待着一个让自己变美的时机 对不对 那么荷花下的荷叶呀 数量很多 那我们如果是人的话 就这样 人们一个一个的挨着一个 对不对 荷叶 肩 硬着肩 手 拉着手 他们是一个大家庭 你瞧他们多团结呀 对不对 孩子们 OK 直接复义上了人的力量 对不对 好了 那或者是说 荷叶呢 都穿上了碧绿的皮衣 他们就挨着肩手 拉着手 对不对 好了 好像在保护着 平平欲立的荷花一样 非常棒 孩子们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啊 下一个是秋天 对不对 秋天到了 枫叶女人了 枫叶 看颜色 刚才小燕子穿的是黑色的燕尾服 而蜂叶换上了火红火红的 有朋友说蜂蜜 对不对 火红火红的小蜂蜂蜜 它在向整个世界展示自己的鲜艳呢 好了 我们来看冬天的时候 冬天的时候啊 松树 我们会发现松树呀 他们为自己身边的小房子盖上了棉衣 对不对 那么咱们也会发现了 松树呢 就站在这一座 哎 站着人物的动作 对不对 松树就站在房子的后边 在守护着屋内的主人 他仿佛在感激着主人 日月对他的照料和爱和关注 对吗 孩子们 我看太棒了 这时候我们刚才说了一年四季 那我们把他们都连成一体 我还可以去融入比喻呀 女人呀 台比呀 等等等等 这个时候我们的句子就真的如同化了妆一样 混然一新了 对不对 好了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最后的糖果挑战屋 一起去看一看下面哪些句子是比喻句 哪些句子是女人句 为什么 第一句 小狗汪汪的叫着 小狗汪汪的叫着 有没有说是女人 女人会汪汪叫吗 小狗本身就会汪汪叫 所以他既不是比喻也不是女人 对不对 孩子们 好了 我们再来看 花儿在风中笑弯了腰 笑弯了腰 谁的行为呀 OK 人的行为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 女人句 对不对 女人句 那么你就可以想象了 花儿不仅能笑弯了腰 花儿还能羞红了脸呢 对不对 有人的神态 有人的动作 是吗 孩子们 OK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啊 说海棠果摇动着他那圆圆的小脸冲着你点头微笑 他摇动着呢 哇 圆圆的是他的这个形状 对不对 圆圆的小脸冲着你点头微笑 可不可以啊 这是一个什么句 孩子们 哎 摇晃的那个小脸 然后跟你微笑 这不是人才有的行为吗 对不对 这地方如果你还没有做完 赶紧暂停视频 我们自己先来做 别老师讲完了之后 自己缺少了思考的过程了啊 孩子们 咱们要会学习 善于学习 好了 下面 秋天是美丽的 像画家笔下上浮五彩的画 我把它改一下好不好 秋天是美丽的 像画家笔下一幅五彩的画 秋天是美丽的 像画家笔下一幅五彩的画 其实是吧 美丽的秋天 像是一个语词 比喻成了五彩的画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比喻句当中 本体是秋天 这样了吧 语词是像 语词是五彩的画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比喻句 对不对 孩子们 一般我们看见了像这样的语词 语词我们首先考虑的就是比喻句 对吗 好了 下一个 一阵风而吹来 树叶在风中轻轻的摇动 一阵风而吹来 树叶在空中轻轻的摆动 摆动 树叶摆动 这个是女人还是比喻 还是没有 人家说摆动 人家树叶本身就会摆动 我如果说树叶跳舞 跳舞才是人的行为 所以在这个里面 这句话既不是女人 也不是比喻了 对不对 孩子们 OK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 顽皮的 顽皮的雨滴最爱在雨伞上进行的跳舞 顽皮的顽皮 顽皮是人的性格 对不对 最爱在雨伞上进行的跳舞 非常明显的一个 你 人 句 好了 再来啊 刚才不是最后一个 对不对 好了 再来啊 在冷雨中 每一朵花都傲然挺立 神气十足 神气这是谁才有的精神头啊 谁才有的情感呀 人 对不对 在风雨中 每一朵花都傲然挺立 傲然骄傲的样子 叫傲然 对不对 挺立就站得非常笔直 然后神气十足 这不是人吗 所以这又是一个女人句 嗯 特别好 好了 我们来看 这是最后一个了啊 说 蜜蜂妹妹收到了迎春花姐姐的情节 哇 提着小篮子 摇着 跳着舞 欢天喜地的 赶了过去 这个女人句写的太美了 孩子们 我们再来读一遍好不好 我们会发现 许多的女人句 我把它写在摘抄本上 它就成来了我们自己的话 然后我在平时的表达的时候 还有写作文的时候 可以紧一反向的运用 对不对 然后老师都激动了 我们来看最后一句话啊 蜜蜂妹妹收到了迎春花姐姐的情节 迎春花把她请过来 是吧 然后提着小篮子 跳着舞 欢天喜地的 赶了过去 对不对 孩子们 那么你还可以想象 哎 那么 嗯 如果是冬天的话 冬天的话 我就可以说了 白雪妹妹 收到了春姑娘的情节 她穿上了节白的名衣 来到了春姑娘的家 来到了冬姑娘的家 做客了 哎 这个我是不是比赛三了 孩子们 是这样的吧 好了 那么我又可以说 穿上燕尾服的小燕子 小燕子哥哥 收到了春姑娘的情节 来到了春姑娘的家里 做客了 对不对 太棒了 孩子们 OK 那么最后一句话 是一个特别特别精彩的 你 原 剧 好了 孩子们 这道题你答对了吗 我们会发现在今天的糖果挑战物当中啊 原来我们又了解了 还有一种题型叫做判断修辞 那么他可能会给我们几句话 那我们这这顺应用了女人 就顺应用了比喻句吗 如果不是 我们就打X了 对不对 如果是 那么你按照要求 他如果让你打钩 我们就打钩 如果让你写出来他的修辞手法 那你就把他的名字写出来 明白了吗 孩子们 好了 那么这一个部分内容完成了之后呢 我们一起去总结我们今天要积累的最后一个 妙招 就是不要用好像这样的词 直接我们就把物当成人来写 这个是完成以人句的一个最保准的方法了 我们去回顾一下前三种方法啊 第一种方法 直接把物 直接把物当作人来写 怎么当呀 好了 富裕上人的思想 情感 动作 神态 语言 当然了 你首先要觉得它是有生命的 要不然我把它写得再好 也没有意义 对不对 好 第三 要注意 尽量不要用好像 仿佛 如同 这样的语词 因为这样的语词 如果它让咱们去判断女人 还是比喻 很容易产生争议 那么当然了 也不是所有出现像的句子 都是比喻句 这个以前老师也讲过了 我们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在以后的学习当中 我们还会去深入的讲解 语言句和比喻句的用法 对不对 好了 那么最后的时间 让我们一起去放松一下 现在呢 是秋天了 对不对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秋天呢 老师去采访采访大家 我们知道哪些和秋天相关的古诗 和秋天相关的节日吗 孩子们 嗯 你看我们过几天就来到了一年一度的中秋节了 是不是 你知道中秋节是几月初几吗 好 中秋节是我们农历的八月十五 对不对 那么中秋节又有怎样的习俗呢 孩子们 在我们之前的一道我们二年级学而思碑的 因为咱们学而思每年都会有一年一度的学而思碑赛的考察 那么在那一次碑赛当中啊 就有一道八分的题 就是这样说的 他说 嗯 你能给下面的节日以及习俗连线吗 给了咱们四幅图 这四幅图上分别画的是编炮 然后有月饼和圆玉 有赛龙舟 哎 等等等等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哎 上面都是一些习俗下面呢就是节日的名称 比如中秋节 元宵节 什么什么春节 对吧 灯午节 再下面就是时间了 比如八月十五五月初五等等等等 那这些都是我们平时一些文长的积累 对不对 孩子们 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那么好的女人 就还了解了秋天的样子 我们一起去积累积累在这个秋天 有哪些文长 刚才说到了中秋节 中秋节是八月十五 在这个里面呢 你可以再听视频简单的记一下 那么中秋节的习俗呢 我们都知道了 就是可以吃月饼 月饼圆圆圆的 对不对 我记得小的时候呢 有一首歌就是八月十五的时候 什么月饼圆又圆呀 然后月饼为我大月饼呀 一天也定一天新呀 是这样的吧 老师有点感冒 所以唱的有点难听 被他见谅啊 好了 这是还有和他相关的歌曲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 啊 中秋节是秋天的 那还有吗 我们会发现 以前老师讲过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四大民间故事 四大民间故事除了白蛇传 梁山博语 朱云台梦江女库长城 还有一个叫做牛郎之女 对不对 那么牛郎之女呀 这两个人 以前我也讲过 他们就是只能在一天 就是七月初七这一天才能相见 去桥被他们搭好了之后 他们每年都期盼着这一天来团聚 是吗 孩子们 那么这一天后来呢 又被我们称之为是七夕节 不能是七月节了啊 有中秋节 还有七夕节 七夕节呢 是咱们中国的传统佳节 那么这一天又称之为是奇巧节 许多的女孩在这一天体下愿望 希望自己呢 明年这个时候能够变得心灵手巧 对不对 所以我们会发现七月初七的时候 唐古老师妈妈就是这一天生的 这是咱们中国的情人节 是这样的吧 那么七夕这一天呢我们有许多的人都会发现 啊 那么大家传说呀在这个葡萄架子 十二点的时候去看牛郎 这你是能够看到的 当然我同样没有看到过 是这样吗 这只是传说而已 好了 除此之外 我们还学习了一个必备古诗词 叫九月九日 一山东兄弟九月九日 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呢六是音数九是阳数 两个酒重叠在一起了 那么这个节又叫做什么呀 又叫做重阳节对不对 重阳节就是九月九日 那么古时候重阳节呢都要增高 然后望远插猪鱼喝酒 可是在今天重阳节又被称之为是老人节 在这一天呀我们要多回家陪在家里的老人才行 好了孩子们 刚才呀我们说的都是和秋天相关的传统佳节 那么我们还说了古诗词 比如说还有秋夕 这就是和七夕相关的古诗 那么如果电脑前的你懂得几一反三的话 你就会发现 啊那么还有没有和春天相关的节日呀 和春天相关的节日 他们是几月几日呀 是农历还是阳历 他们是有什么样的习俗呢 等等等等 对不对 好了孩子们 那么老师也希望电脑前所有的小朋友们 咱们要了解我们的语文学习 讲究的就是一个整体能力的提升 我们今天这节课不仅仅了解了 万物都是有灵性有生命的 而且还知道了 我可以为我的剧子去化妆 把它变得更有生命力 对不对 那如果你也能够对我们整个的传统文化 有一个整体上的了解 那么今天这节课我们就更加完美了 对不对 好了亲爱的孩子们 我们时间过得非常快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今天这一节课就即将要 告一段落了 老师也希望我们今天能够把 所学习的知识都掌握的完善 都能够铭记一心 那么下一讲 我们将有更更精彩的内容 等待着大家 拜拜吧 孩子们